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继续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呢,咱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以大漠为中心的蒙古三部 您也能听出来,咱们这回书的主题要说的就是墨西蒙古准戈尔韩国的大汉,戈尔丹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康熙27年,这戈尔丹呢,率领三万骑兵,翻过了航岸山 穿越了整个大戈壁,来到了漠北蒙古 攻打喀尔喀布,他提出的口号就是啊,他一定要活捉这个土屑图寒和哲布尊丹巴活佛 这二位啊,是清哥俩,是这漠北蒙古的两位领袖 一位呢,是政治领袖,一位是宗教领袖 那么说,这喀尔喀布经得住这准盖尔人的突袭吗? 哎,够枪,因为这会儿的土屑图寒呢,正率领着自己的大军在贝加尔湖沿岸呢 抗击沙俄的入侵呢,接到嘎尔丹来袭的战报以后 这大韩只好回原,对啊,那不能把老窝丢了啊 那说为什么好没样的,这嘎尔丹要突袭同式蒙古人的卡尔喀布呢? 这历史原因呢,其实都是借口,这主要原因都在掩麦前 一呢,是闹了分裂了,侧望阿拉布坦,哎,嘎尔丹的侄儿本来呀,是这个韩位的顺位继承人 可是啊,这嘎尔丹呢,趁着这国家主右国一,自己的哥哥死得早,篡夺了韩位 可是这,侄子一大呀,闹了分裂了,这嘎尔丹的无奈之下,才离开了自己的主城伊犁 来到了科布多附近定居了下来,谁想啊,这草原上啊,闹了饥荒了,饿死不少的人 哎,我想这草原上闹饥荒啊,那无非就是啊,去年冬天闹了白灾,转过年来,又闹了蚂闸 没有牲畜啊,就是没有粮食,突袭卡尔喀蒙古,这嘎尔丹的意思啊 最主要的就是,既得抢人,也得抢粮食 那其次呢,这里边啊,可就有政治原因了,什么政治原因呢? 这里边他有坏人,这亚克萨一战呢,清军打败了沙俄 这清俄双方商定啊,要在尼布楚举行会谈,正式的划定两国的边际 这双方预定的会谈日期啊,实际上就是康熙27年 这五月初二啊,中国使团从北京出发,这使团都有谁啊 有这个领事卫内大臣索图,统领同国刚,尚书阿拉尼和这个左都御使马齐 以及啊,还有两位汉人,一位叫张鹏和,另外一位叫陈世安 随使团而来的,还有两位啊,这康熙皇帝非常信任的传教士 都是这个耶稣会士的成员,一位啊,是这个葡萄牙裔的传教士叫徐日生 另外一位啊,大家都挺熟悉,法裔传教士叫张成 那为什么还要带传教士呢?因为这尼不楚条约啊,在谈判的时候用的是三种文字 哪三种文字呢?自然是马俄和拉丁文 但是最后签署啊,是一份拉丁文的文件 那您可得听清了,这康熙27年这个文件签了没有? 没有,因为这个使团呢,就没有到达尼不楚 那为啥呢?那就是因为那会儿在这个必经之路上爆发了这准盖尔韩国针对卡尔卡蒙古战争 所以啊,您一琢磨您就能明白,这场战争背后啊,是恶国人挑唆的 他们资助了盖尔丹,受益盖尔丹向东入侵 这是啊,国际大环境,还有这个地域的小环境 那是什么呢?西藏政府也是暗中支持卡尔丹的 您看呢,我们现在查阅很多资料啊,都显示啊 当年的这个西藏政府和这个大清王朝有多么的交好 对这个清王朝的这个皇帝们呢,有多么的谦功 可是那会儿不行,因为这关系再好啊,也好不过 卡尔丹跟西藏政府的关系 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武士达赖啊,是这卡尔丹的老师 卡尔丹在拉萨武士达赖跟前呢,修行过不少年 这拉萨政府啊,为了表示支持卡尔丹 特别派来一位高僧 也就是啊,这卡尔丹的师兄弟 苍结加措来自了军前 这苍结加措可不是自个儿来的 带来了一个高僧团 大概啊,一百来人 为首的是一位活佛 这位活佛就是济龙忽图克图 哎,格鲁派的四大活佛之一 带着了自己七十个徒弟 这七十个徒弟据说也都是大德高僧 来到军前啊,是念经 给这个卡尔丹的部队加持来的 哎,不知道管不管用啊 可是啊,这帮准卡尔韩国的骑兵啊 他们却认为有了大活佛的加持 那必定是功无不克,战无不胜 所以这次墨西蒙古突袭墨北 看似是一个荒年 出来打股草的地狱战争 说白了啊,就是抢夺行为 实际上不然 这背后隐藏了很多股的政治势力 那这卡尔丹率兵来打这个墨北蒙古 这吐血图韩打不过人家 只能颠了 往哪儿跑啊 得了 往南跑吧 这一往南跑啊 那可就是真正大清的属地了 这吐血图韩的墨北蒙古 卡尔喀布 这会儿啊,只是大清国的藩属国 这墨南蒙古可就不一样了 什么查汉尔啊,克尔沁呢,等等等等 也就是现在啊,这内蒙古地区 那您还别说啊,是这个大清国了 就后金时期啊,那就是中国版图 那可不是这个藩属那么简单 那你这吐血图韩往南跑 进入了大清的国土 并且呢,让这康熙皇帝啊,得支持自己 那怎么支持啊,那无非就是派兵 那您想去吧,派兵啊 天下事是一礼,谁今儿的兵也不能白死 钱粮不能白花 吐血吐寒,江湖老炮了 他明白这点意思 于是就主动向大清提出 一旦战争结束 大清国支持了他 立刻召集这个蒙古 诸步会蒙 向天下发誓,效忠大清 自此啊,这墨北蒙古可就不是藩属了 那咱们可就都是大清国了 这康熙皇帝得到这个信之后啊 怎么算怎么觉得呀 这次要是出兵帮助了吐血吐寒 没亏吃 首先他看透了 这老毛子就是想借助这杆尔丹攻打漠北啊 跟自己讨价还价 其次呢,一旦这个外蒙古地区啊 被这个杆尔丹占据了 那太危险了 对大清国是相当不利啊 他们占据了蒙古高原以后啊 对这个中原政权呢 那简直就是上打下不飞辣了 这蒙古骑兵对中原政权呢 那可以说就是长驱直入了 所以呢 怎么算 这场仗都是必须得打 那既然这皇老爷子说要打 那好办了 立刻呀 就成立了这个前线的军事指挥 领导小租 哎 那这个总指挥是谁呢 这李帆院的尚书 满洲湘皇奇人 叫阿拉尼 还有啊 就是都统俄勒纳 以及兵部尚书基尔塔 那先得侦查侦查呀 这会儿这赶尔丹带着自己的人马到哪了 一侦查才知道 现在这格尔丹啊 离这个京师已然不是很远了 格尔丹到达了这个乌尔汇河的东岸 在那儿啊 已经扎住了营寨 过了这个小一年的好日子了 这赶尔丹这一年多以来呀 哎 这人也抢了 这牲畜也抢了 找了一块水草丰美的地儿啊 哎 就要安营闸寨住下去去了 当时能跟他做到正面交锋的 其实啊 只有这清军两万人 领着这两个人队伍的是谁呀 就是这李藩院的尚书啊 阿拉尼 那不是说这领导小组 还有其他人呢吗 对呀 其他人呢 在京师当中整军被发 这大队人马出征啊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也就是说呀 其他的小组成员 在北京城还在集结队伍 在这沃尔汇河附近呢 前方的部队 已然和这赶尔丹交上风了 那见了面就打吧 这阿拉尼啊 觉得自个儿手里有两万人 和这个港尔丹的三万人比起来呀 实力差的不算悬殊 咱们呀 也没必要等后方的援军了 直接呀 就拉了一个强进攻的阵型 最前边啊 是二百名精锐的蒙古骑兵 后边五百蒙古骑兵 算是第二梯队 八骑兵 随后掩杀而上 可是啊 他这个策略明显是错了 他是这么认为的 他觉得呀 最前边冲锋的这七百个 墨北蒙古的骑兵啊 本来就和这个赶尔丹有仇 那么仇人见面分在眼红 所以一下子就能给 赶尔丹的部队造成重创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啊 这七百人往前一冲啊 遇上亲戚了 怎么个亲戚呢 就是被赶尔丹俘虏的那些 外猛的妇孺 这仇人见面肯定是分外眼红 那这亲人见面呢 那是抱头痛哭啊 有的呀就忙着认亲 有的呢找到亲人之后啊 赶着自家的牛羊啊 就往这个安全的地带撤离 这一下子这七百人呢 不但没做到突袭 反而给赶尔丹报了信了 这赶尔丹一看呢 呀 清军打来了 那赶紧就是迎战吧 这一打上啊 不行 这清军呢 火气太少了 往前冲锋 一下子就迎上了 赶尔丹的火枪队 这赶尔丹军中啊 有两种火枪 基本上啊 都是买的俄罗斯的枪 或者是通过俄罗斯 买的这个西亚的枪 这俄罗斯快枪啊 虽然也是火神枪 但是无论在装填啊 以及射苏射程上啊 都比这个清朝的鸟枪啊 要略胜一筹 并且呢 这赶尔丹军中 还有大量的土耳其枪 叫做赞巴拉克 这赞巴拉克枪啊 是一种大口径枪 一般都镶嵌在鸵垛子上 需要两人操作 枪管长 口径大 所以啊 打的范围就大 面就大 适于防守 散弹一装啊 哎 这一枪下去 清军就倒一片 后来这清军 其实这个枪好用 就大量的仿制 给取了个名字 叫台枪 也叫台杆 其实这会儿 在欧洲啊 这随发枪 已经很普遍了 但是啊 我估计 我也只能是估计 这盖尔丹的部队里 可能会有几支随发枪 哎 不过不会数量很多 因为当时啊 这种随发枪 这欧洲对外啊 都是禁运的 所以呢 这俄国人 也不会轻易的 就把这种枪 卖给准盖尔韩国 虽然在明代的时候啊 明军已经配备了 大量的随发枪 但是我们都知道啊 从明到清 这个火器啊 是倒退的 直到现在为止啊 这清军大量配备的 还是火神枪 这么一来呢 这两万八旗骑兵啊 冲上前去 就像割九次一样 被准盖尔韩国的火枪手 一批一批的撂倒 包括第一次七百蒙古兵的冲锋 清军呢 对准盖尔军队一共做了三次冲锋 这准盖尔一方啊 借助有力地形 以及指挥得当 采用公子型防守 充分的利用他们手中这火器先进的优势 一下子就把清军打了个大败 我仔细查了查呀 对六月二十一日这次战斗啊 一共有三方面的记载 第一方面呢 自然是大清国这方的 尚书阿拉尼 这国内的史料啊 通常翻译成阿尔尼 这阿尔尼啊 给康熙皇帝的战报当中是这么写的 这尚书阿尔尼等奏报 与厄鲁特战于沃尔汇河地方 厄鲁特兵两万余掠 乌珠木琴男女 牲畜资重 分兵两队趁夜往袭呀 令卡尔卡兵驱其所掠 为急战诸步争其子女生畜 震动不止 随退 厄鲁特分兵两翼 这呀 说的是第一次进攻 那紧接着就是啊 双方啊 进行了阵地战 我今呢 继续前进 这厄鲁特兵呢 用火枪阻击军退 那这是第二次进攻 第三次进攻呢 前退兵 及卡尔卡兵附进 卡尔卡为其鸟枪先阙 诸步兵力薄弱 一退 然后啊 就是厄鲁特的增兵来了 从这身后都绕出来 左右两翼攻击我们 这下子咱们支持不住了 虽脸兵归 那怎么就支持不住打败了呢 他在这战报里啊 也说了 他说这厄鲁特多火器 而我火器未至是以不得前进 这不是废话吗 谁让你啊 那不等着援军到来的 这是从前敌啊 给康熙皇帝的直接奏报 可这个奏报咱们也看了 完全是啊 避忠就轻 推脱责任 您看他用的这个词 军退 易退 先阙 随连兵归 听着呀 是打输了 可是啊 您也不知道损失了多少兵 损失了多少将 原因呢 就是我们既没有火枪 即便有啊 这厄鲁特的这个火枪啊 也优于我们 所以打输了 那这呀 是清朝一方面的记载 那么说这准盖尔一方 是如何记载这件事情的呢 咱们都知道啊 这准盖尔韩国没有史料 真正的这部准盖尔韩国史啊 是苏联人写的 在这部书里啊 他们提到过准盖尔人啊 是这么记录和形容这场战役的 这是啊 1691年 也就是康熙的30年 这盖尔丹的一位使臣 在俄罗斯和这个俄国的一位将军交谈中 被记录下来的 这位使臣说呀 天还没亮 中国的两位统帅呀 这大兵就来了 我们这个博硕克图韩呢 他说的就是赶尔丹 很从容的就组织了进攻 据抓来的这个中国人说呀 哎 这个清军呢 两万部队 都是轻装 并没有重武器 大炮根本就没有 装备的也就是啊 攻 谋 我们这大韩呢 很从容的整理了武器装备 就和中国人开战了 从那个天刚蒙蒙亮啊 一直打到中午 博硕克图韩的 大军杀的中国军队呀 这四处逃窜 一个统帅当场毕命 另一个统帅呀 在十几二十个仆人的护卫下逃了 我家大韩的这个兄弟呀 叫做丹吉拉 一直冲在前面 一共搅和了五百多辆大车的清军自重 那这个准干尔韩国的使者说的可不可信呢 我觉得呀 还是基本可信的 总之啊 这清军是打输了吗 那么这还有一条史料来佐证是什么呢 有一位这个战场的亲历者 是这俄国派到准干尔韩国的一位使者 这俄国佬啊 叫吉比列夫 他笔下呀 把这场战争啊 说的这准干尔韩国赢的可就太彻底了 他给这沙皇的报告里边就一句话 他说卡尔梅克 博硕克图韩 把这个中国兵杀的一个不剩 那史料就这么多 我全给您说了 哎 您的智慧肯定比我强 至于怎么个真相呢 我想您能有个分析 那这么一来 说这康熙皇帝就认了吗 认了 当然不可能了 这沃尔会合一战呢 康熙皇帝输了 哎 大清朝廷输了 输给了草原尖雄凯尔丹 可是这康熙皇帝啊 可不认可这一点 他又编织一张大网啊 让这凯尔丹望里 钻就在离京六百里的 呼伦贝尔草原上 摆下了一座杀人的战场 哎 这往后啊 就得看着 卡尔丹他到底上不上当了